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量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硬量华尔街 那今天这行情的指数的部分 在昨天大涨过后稍微震一下 但是他至少还在继续创高 所以这个行情呢 跟我们先前所判断的差不多啦 我说这边没有跌破 这低点没有被跌破 他都是一个 金金涨的格局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美国股市 你看道琼指数 这个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对不对 道琼创历史新高 那他在创高之际 我想 多多少少 他会把台北股市给他带起来 所以台股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有高点 可以期待 因为 台积电根本没有动到 台积电今天稍微有再创高一点 但是 严格上来讲 你至少台积电要回到前面这个地方嘛 那如果台积电要回到前面这个地方的话 那至少这段空间喔 他在动的时候 台北股市 他一定还有在向上的一个空间嘛 所以这个行情呢 目前为止 我个人认为没有败向 那选举你说大家比较担心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是赖清德赢的话 那就是执政团队延续政策力道 所以相关的政策概念股 该涨的他还是会涨 那如果是蓝或白 当选的话 那我讲了 也会有一些新的转机 比如说观光股啊 旅游股这些一定会开始涨嘛 对不对 那所以不论谁当选喔 我觉得对于整个台股后续的影响来看的话 并不会太大 因为明年主轴还是在AIPC 今天不会因为说这个赖清德当选 柯文哲当选 侯伟宜当选 这个AIPC他就不发展 AI的伺服器他就不发展 AI世界因为台湾喔 这个总统晃人当或是怎么样 对不对 那就不发展不可能嘛 因为世界不会 不会因为台湾怎么样而怎么样 懂我意思吗 他还是继续向前的 除非就是 中共打过来 对不对 那半导体供应链一定乱成一团 那现在来看的话 就说整个AI的发展 他不会因为谁当选而停止住 所以明年这个区块 他一样是非常好的 持续可以向上 所以这个里面来看的话呢 对有一些个股啊 我觉得在拉回过程里面 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些都跟各位讲 人保华硕宏基 对不对 那今天稍微震荡休息了 那我跟你讲还没结束 这个拉回还是要注意 好不好 这个拉回要注意 宏基今天是创高后的拉回 创高拉回 因为一定现在很多人想要冲 冲不上去就下来嘛 为什么 不想交割 对不对 隔天呢再来冲 因为前面都这样干的嘛 只是今天吃到憋啊 但是目前我 我觉得这种形态上来看的话 并没有完全结束 这个后面拉回过后 他还有机会 因为就像当时的这个 伟创跟广达一样嘛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吗 中间一定会有停的时候嘛 那现在就停了 第一个阶段出现了 那我讲后面还有第二个阶段 所以停的过程里面 在整理过程里面我讲了 到一个时间点该突破他会突破 包括2357的 华硕他也是一样 华硕今天创高后开始震荡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整个AIPC 他已经把很多的族群 慢慢慢慢的给他带起来了 明年如果要发展整个AIPC的话 电源管理IC会不会缺 会缺啊 所以今天他就传出来跟你讲说 国际有个大厂接下来PMIC 电源管理IC的部分呢 他要做涨价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的电源管理IC 他就涨起来了 不知道像什么 6415的CDKY 你看他CDKY 来各位你自己看 有没有再创新高价了 来我跟你讲时候在哪里 11月10号 对不对 这里 334块附近 现在呢 490块 对不对 333490 整理过程里面我跟你讲 他整理之后会突破 你看我前前袋子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 我说整理完再突破 立即也是嘛 6138的帽达有没有 这些PMIC的 整理完我说还会再上 对不对 我不是现在上我才跟你讲他会上啊 这里还没上我就跟你讲他未来会上 对不对 这边还没上我就跟你讲他会上 这边在整理我讲他整理完还会再上 因为做股票就是如此吧 你不可能他要他每天涨0百 我跟你講我买股票 有时候我买股票买了也不太会动 但是后面劈啪就上来了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产业的趋势嘛 所以讲做股票要有点耐性 你参加头股老师我跟各位讲 你去庙里面拜拜你祈求神明一些事情 神明也不可以马上就让你实现嘛 对不对他一定会一段时间嘛 有没有 所以很多AI的涨了之后呢 我讲明年涨如果涨到工业有关的AI电脑的话 这原钢一定会涨 这都还很便宜 我讲明年喔 这原钢搞不好 他会因为AI 重现什么 重现当年疫情期间远距商机的龙井 这个要再涨一定是靠什么 靠所谓的这个这一台 一定是这一台 很多企业很多工业要用的这个东西 会有换基潮 会有更新潮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不论他今天法术说的怎么样啊 对不对 长线来讲的话 这样股票 他绝对有标股的基因 绝对有标股的基因 迟早的问题而已 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讲 就说我们现在先涨消费型的 对不对 消费型因为现在 英特跟你讲 两年内要充一亿台 要上来 对不对 那如果很多的个人电脑办公 都用到AI的话 工厂我跟你讲 他应该 会也会持续做升级 很多的工厂都用到这些东西 我就讲一个牧场好了 你知道吗 牧场里面 一些牛要生小孩的 生小牛的时候 工作人员以前盯着他 对不对 看他什么时候 哇这个有点状况要生 趕快接生 所以以前的 要接生小牛很麻烦 现在不用嘛 像一个机器架在那个地方 他看嘛 AI自己影片会分析 有状况他就警报就想 人员再过去就好了 是不是很多事情 这只是其中一个 还有很多很多应用 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我觉得 这整个AI里面来讲的话 到最后一定走终端应用 AI手机 长什么 长所谓的这个 折叠机的嘛 对不对 新日新也上来了嘛 有没有照例飙完之后 新日新也被带起来 很多折叠有关的 也带起来了 对吧 那 AI的 PC呢 正极单股票也开始动了嘛 那有没有扩散 持续在扩散嘛 对不对 CDKY 今天不又创新高了吗 有没有 你看这股价走势强不强 对不对 又创高啦 那你拉远一点来看呢 太很远嘛 有没有 你自己拉远一点来看 这才这才多少 不要看以前啦 现在这个地方你看 对不对 因为他分割嘛 分割之后股价就一直下来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 又慢慢爬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 拼命可已经开始涨价了 为什么会涨价 因为AI的需求 好 包括今天 滑邦店 滑邦店今天很强 对不对 滑邦店今天也创高 为什么 因为 AI升级的需求 记忆体要升级嘛 明年很多DDR5啊 这个需求一定会很大 DDR5这个东西呢 里面我之前就讲过 我们之前在分析茂达的时候 我讲了很多遍 我当时讲茂达也没人理我 这个我们之前也是苦战 对不对 然后也是套了一段时间 到后面你看看 我只能讲我发现东西太早 市场很后面才发酵 有没有 是不是如此 到后面你看看 为什么 现在全场跟你讲说 DDR5里面 会多一颗 PIMIC 5伏特的 所以DDR5会 多了增加的PIMIC晶片的需求 对不对 然后呢 其他的NB如果卖得好的话呢 PIMIC的需求会更大 所以现在要涨价 所以一涨价的情况之下 今天所有 跟PIMIC有关的 全部大涨 对不对 包括6719的 立志 立志呢 这个来讲的话也很低啦 我觉得 这都 你以前如果套比较高的 我觉得接下来都还有机会解套 因为PIMIC这种东西喔 你看过去的经验来看就知道 当他真的需求出来的时候 那个股性喔 那股性的飙涨喔 真的会吓死人 对不对 真的需求出来的时候 他要涨是很凶悍的 所以这个族群 为什么我们要挑矽力KY 请各位咬着不放 为什么 因为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矽力以前是到1000多块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之前的一个 状况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1000多块以上最高到5000多喔 吓死人 那后面为什么下来 分割嘛 对不对 因为股价太贵了 没人要玩 重新来过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讲他有股王的血统 他有股王的血统 如果一旦明年AIPC真的 卖的下下叫的时候 PMIC我觉得现阶段很多的股票 现在你会觉得涨很多 但是你在拉远来看呢 他们绝对还有更高更高的一个实力存在 所以不要去小看这个区块 CityKY 这个搞不好会越来越强 对不对 你小心这个获利喔 会三级跳 懂我意思吗 会三级跳 立基 有没有 这两天涨上来之后又开始休息 你慢慢看喔 WiFi7也不要放 明年他也会是个重点 对不对 但是你会说老师啊这些股票涨那么多了 现在要怎么办 追吗追也不是嘛 要回再追嘛 对不对 你追下去如果套住的话呢 你又开始难过 你又开始睡不着觉 对吧 那与其这样我觉得去找什么 找就说 未来有机会跟CityKY一样 你现在注意这一点就是说 当整个AI的手机 AI的PC他需求在后面大增的时候 那市场他会去发掘什么样子的一个产业族群 什么样子的产业过去需求是不好的 但是未来如果因为PC NB卖的下下叫 手机卖的下下叫 那什么样的产业 他的 获利喔 会开始往上跳 你要去思考这问题嘛 所以当时 我在跟各位讲CityKY的时候 有没有 很多人也觉得 这个目前业绩没有很好 对不对 我当时我跟你讲CityKY的时候 你看他营收没有很好 10月10号这个地方 很多人对整个产业的一个看法 都还比较悲观 那我跟你讲说差不多了 因为今年做股票你要 你要一种感觉 不要说今年啊 明年我觉得应该也维持住 这种状况 你会发现这一两年喔 这个钱喔越来越聪明 他真的喔 就从什么样 就说你假设你下一季才会 开始转好 他这一季就开始行动 他就先拉一段了 然后你下一季开始好转的时候 他就拉 主升段甚至末升段 真的营收出来之后呢 股价就下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知道散户的这个个性是怎么样 一般投资朋友的习惯是怎么样 营收不好 这个不会涨 涨假的不要买 没有营收啊 对我要看到营收数字我才买得下去 很多投资是这样子嘛 没有说不好 因为教科书里面都这样教 教科书都告诉你说 这个获利要多少 本益比呢要多少 对不对 这样买才比较安全 所以很多人都习惯这一套 那你会发现为什么 很多人习惯这一套到最后还是赚不到钱 所以股市里面为什么 大概八成的人都赔钱 因为大家想的东西都一样的话一定赔钱 我只能跟你讲 想到方法都一样的话一定赔钱 所以有一些聪明钱他就很聪明 我就领先市场 你现在不好没关系嘛 如果你现在不好后面好几季都还不好 那他绝对不会动作 但是如果你这一季不好 可是你下一季有转机喔 对不对 你下一季会开始上来喔 会开始好转喔 他就先拉一波了 然后他真的开始市场发现到 这是产业出来开始涨价了 你看看 PIMIC这段期间 你应该是第一次听到要涨价吧 对不对 你第一次听到要涨价喔 但股价从300多已经涨到400多 快500块了 现在要涨价 快500了 当时这边还300多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道理 回过头来你看一下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一样跟你讲第四季不好 但是库存有机会在第一季见底 那你看股价就先拉一波 现在还没跟你讲说被动元件涨价喔 所以未来如果你看到被动元件涨价的时候 我想同样的情况一定会发生再发生一次 对不对 这个很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但股价先拉一段 现在跟你讲说要涨价 涨一到两成 对吧 股价在这里 所以你要去复制什么 复制这个三级跳的模式 就是什么股票现在很烂 但是未来会三级跳 所以今天各位你再看一次三级跳的股票 明年AI产品需求绝对会三级跳 所以这两个股票我跟各位讲小心股价会涨一整年 我去年年底喔 跟各位讲的这个东西 华晨四五十块 我跟小新会涨一整年 对不对 你看现在一年过去了 我当时我们介入的时候是去年的12月27号 今天呢 今天12月28号 对不对 刚好满一年又多一个月 当时的股价 你大概把三去掉 差不多他当时的股价 四八五十块附近 过了一年呢 前面多了一个三 各位不是多一个一喔 是多了一个三 你自己看看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划成的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 就是说 324这个地方 我后面我就祝福他了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这样的股票真的很厉害 这个好像涨到跨年的感觉 有没有 已经满一年喔 他还不停的 我还在继续涨 我这也蛮佩服里面的控安者 真的蛮厉害的 就可以这样一直涨 真的很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 有没有股票接下来会这样子 我想明年他绝对还是会有这样子个股 那当时我们怎么挑到的 就是看到明年的趋势嘛 喔 当时我就跟你讲了 因为 很快要选举了 所以最后一年喔 政府一定会冲刺 他所讲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说绿能有关的 当时我就跟各位讲 充电砖有关 有关系的 对不对 注意什么就是华城 四五十块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很多也不相信 但现在大家跟你讲华城 那现在大家跟你讲华城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 我们要注意新的东西啊 喔 当你整个产业的研究很透彻的时候 我讲了 股票其实我们在一年操作过程里面 不用太多 你真的有办法掌握住那一两档 去驾驭他的时候 那个获利 比你做一百档都还要来得强 我坦白讲真的是这样子 尤其今年的感触非常深 因为今年真的很多大波段的股票 前年真的没办法 但今年来讲很多大波段的股票 那明年我想 这个力道上呢应该会持续延续喔 因为毕竟 今年很多大波段的股票已经把一些 一群人喔 养的很肥 以前就是东赚一点西赚一点有赚就跑 今年有一些人喔 真的是赚了一大段 他们已经习惯这种做法 我没有必要冲来冲去 对不对 股票对了 买好了 拉开价差了 他就是爆 然后一回头就是一大段 那今年有没有 今年有有很多嘛 应该说明年有没有 明年绝对还有 明年我想主轴一定是AI产品 因为理论很简单 现在 很多的科技公司像 辉达 像 Google Meta 买了一堆的伺服器 对不对 他跟辉达下了一堆订单嘛 买一些机面要干嘛 训练嘛 对不对 语言模型嘛 科技大厂砸了那么多钱 你觉得他们做慈善吗 不可能 他们一定是想办法 从消费者口袋里面 把钱要回来 对不对 我投资了几百亿 这些钱要怎么办 放心 消费者 会 回好几百万的 几倍回来 所以你要怎么让消费者去买单 一定是走什么 AI的终端的需求 所以科技业喔 明年呢一定会对很多终端产品 会开始大力的推广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明年呢 需求会很大 那我讲股价小心 要涨一整年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这个真的涨了一整年 对不对 去年12月23要跟各位讲的 今天12月28号 一整年多一天 他还在涨 那这个来讲的话呢 未来也绝对会有机会 哪一档不用拆 好不好 在这个2023年的年底 这段时间里面 我要跟大家做分享这张股票 年底有好康 好不好 去年的划神我们再复制一次 这一档 小心会涨一整年 好不好 我不会很快开啦 你慢慢来 好不好 这两天都送你这一档股票 务必好好把握住 系列KY 打电话进来问一下 什么股票喔 会跟华晨一样 有机会涨一整年 哪一档 这个里面告诉你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 告诉各位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来 你还在看吗 333轻松附专案 让您轻轻松松变成名家 你还在看吗 333轻松附专案 让您轻轻松松变成名家 轻松附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85113366 有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页投顾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飲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来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 这个行情你会发现 就是资金 开始针对AI 终端应用的东西 开始做一些布局 所以你看到的AIPC大涨 然后今天的PMIC 对不对 645的CDKY 这如同我的预期 再继续往上攻击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讲的 AI终端的东西很重要 好不好 看法没有改变 这个我跟你讲 还有机会啦 还有机会 我现在跟你讲 你绝对不会相信 很多人就是股价涨上来 你才相信我所讲的 对不对 那就慢慢看 好不好 系列第二 明年AI产品需求 会三级跳 股价小心喔 要涨一整年 哪一档不用拆 好不好 打掉进来你就知道了 去年我跟各位讲的是这栏股票 叫做1519的华尘 这个应该是今年喔 涨幅排行榜里面 目前啦 因为今年还没完全过完嘛 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 前面三名的股票 前三名的标的喔 我去年年底我就跟各位讲 然后一路追踪到 这边 大概9月份的时候 300多块 你看我们的韧性 有没有 一档股票我可以讲9个月 对不对 这就是大波段 的做法 那明年什么股票 有机会继续上来 小心这一档好不好 系列第二 它会是明年的 华成 会涨一整年的股票 到今天华成还在涨停板 所以明年的各位看这一档股票 系列第二 今天打掉进来的或者是 加入里面扫描的 你有做留言的 我通通跟大家做分享 你就问一下 系列第二是哪一档股票 什么股票接下来 需求三级跳 股价要涨一整年 就是这一档好不好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